画面上是议长童子伟办理会刊 邀请市府交通处 交通队与当地的里长 在靠近仁爱市场的爱三路 与人寺路口进行观察与讨论 将启动行人专用时向 让行人绿灯亮的时候 车流会暂停下来 全面让行人通行 我想这沿线都是爱三路 那爱三路在我们基隆市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商圈 邻近有金融庙口 然后仁爱市场 然后在过去也有我们一些相关的一些商店街 那我想 庙口那一段跟南龙路这一段 都已经改成行人专用的实项 那在过去这几年的这个事办成效也非常的良好 那我们在今年过年期间 有接获非常多的民众表示说 前后两段都已经改成行人专用实项 那我们在爱三人寺这段 也就是仁爱市场这一侧 还是没有这样子相关的保障行人安全 那我想我们这一路从政以来 我们一直非常重视人本交通 还有行人的安全 以及我们人行道的设置 所以我们在这段 我们经过跟交通处 还有交通队的专业评估 包含车流量的一些调整 我想我们这一段改成这个行人专用实项 也就是只要是人行绿灯 不管你哪一项都可以走 那这样也可以加速采买的流程 也可以减少我们这些事故的发生可能 我想这样子对民众的安全是一个比较相对有保障的 要考虑到车辆的安全 行人的安全 如果他们专业的交通队的交通警察 他们专业的他们设置 可以的话 那我们来按照他们的办理来实施来做 这个行人优先钱 这个是最安全的 对百姓比较有安全的照顾 爱三人寺路口 这个地方因为临近仁爱市场 以及庙口夜市周边 所以这个人车的流量都相当的大 那以往这个车辆行进路口 因为行人跟行人交织的问题 造成这个车流回堵 所以我们这边会搭配这个交通错误的部分 来研绎跟这个爱三人五路口 以及爱三人三路口 这个行人专用的实项的部分来做一个调整 那希望可以来增加车子的行车顺畅 以及行人通行的安全 那个交通队还有里长 以及议长他们所提的部分 那交通处原则上可以全力来配合 那针对这个路口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可能也会增加 它的一个行穿线致命性的部分 那也可能会考虑就是说来发设律底行穿线 增加一个行人行手上的一个辨识度 那整体的一个改善作业 我们预计是在清明廉价前 可以全部完成 据了解交通部长王国财已经要求全台各县市 推行人专用实项与行人早开实项等改善措施 希望能够真正落实人本交通 让台湾摆脱行人地域的恶民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